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冬季亚运会来到第五天赛事 先看看男子跳台滑雪 标准台个人赛 日本选手佐藤杏爷 他拿到254分 以三分之差 压倒另一位日本选手 岩座涌燕 为日本重夺失落一届的金牌 他161cm的身高 看来也有点像富仔 短度速滑 屡指一千米赛事 2014年索涉冬季奥运会 这个项目的铜牌得主 南韩的沈石熙第一名过终点 而银牌就是另一位南韩人崔敏正 是崔敏正 今届赛事的第四面奖牌 至于男子一千米赛事 金银牌也是由南韩选手包办 2011年世青赛冠军徐伊拉 压线压赢新大元拿到金牌 500米赛事拿第二之后 终于有金牌落袋 第三名就是日本的道边启泰 男子冰球方面 香港男子队都有参加 不过他们就安排在第一组 没得争掌牌 他们打了三场比赛 赢一场输两场 其中一场是加时之后 才输给中华台北 至于现在看到的是 掌牌组的比赛 南三的南韩 对白三位免的哈萨克 哈萨克的世界排名是第16 高南韩7位 这一场轻松地赢4比0 这一场又不算是好玩的新闻 不过是一件好心的事 美斯上星期对尼根尼斯 入了两球之后 就飞了去埃及开罗 宣传一项预防炳型肝炎的活动 这个星期巴赛会对马体会 难得球会放你两天假 散心做下善事也是好 这么有善心 就祝美斯这个星期可以赢马体会 球场上越来越好玩 我是一个西伯利亚人 不要见到冰天雪地就唱这首歌 这里不是西伯利亚 是哈尔滨 镜头这位也不是西伯利亚人 他是德国人的保罗 一个世界级的跑手 不过就不是跑马拉松 是飞跃道的跑手 事先声明 各位小朋友或者大朋友 都不要乱试 他是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虽然他只有23岁 但是玩飞跃道 已经有七年时间 今次在零下25度 吉哈尔滨这个主题乐园 挑战一下湿滑的雪地 他说下年一定会回来多走一转 是什么 输完给巴黎圣日耳门之后 碧姬你还有心情出席活动打网球 不要以为都是草地 就和踢球一样 看你抓牌就知道你外行 不过你对手这把头发 这么熟口面 难道是和你有达以上的佩奥尔 相信碧姬都很想念佩老大 他两个的感情就像谦谦和芝芝一样 看着你的眼神 仿佛像刺热的太阳一样 温暖着你的心 让你不再孤单 没了佩奥尔之后 碧姬是孤单的 唯有和情人深深一吻来代替说话 现在这个世界男女平等 体育运动更加不应该有性别之分 绿色衫这一队是巴基斯坦 女子七人篮球队 他们第一次参加国际赛 对于保守的南亚地区 女子体育运动来说 绝对是走出一大步 他们的成员 很多都是老师或者学生 这次赛事虽然总成绩 在绿支球队里排第五 但也有一场赢球是迎尼泊尔的 总算为他们的女子体育运动 走出第一步 我看警察有时不太明白女士 有时经过草物店 会说小狗很打耳 但是看到实物的时候 又不是这样的反应 我明白了 可能因为不是一层楼 有层楼 可能她的反应会比较好 就好像南韩球手张鹤娜 赢到澳洲女子公开决赛之后 都宁愿捧着奖杯 都不肯捧着树虹和袋鼠仔 还差点给袋鼠仔尾巴的尾巴 当然了 赢了冠军有接近二十万美金 在香港比首期 都真的帮了很多 我都选择着半军奖杯,对吗? 和大家飞到日本秋田园的田宅湖丁 看看今季自由滑雪世界杯 尾尔一站 男子雪上技巧赛的决赛 红色衣服的是加拿大的京士贝里 白衣服就是法国的卡位 我Simon是二百多磅 所以没想过可以像他们那样 滑雪下山,滑得这么快 虽然我滑下去可能会更快 空中飞行动作又那么漂亮 鬼吗?京士贝里 是2014年冬奥这个项目的银牌得主 之前八站,赢了六站 赢了这次第七个分站冠军 看怕今年总冠军都是你了 问大家一条IQ题 有什么玩具不能带上船上玩呢? 答案是陀螺 我都知道很烂,所以不解释了 不过这架船上打网球 你有没有见过呢? 还有是菲特拿和捷克的贝迪志 没错,这里是捷克的布拉格 他们两个是为了今年九月 举行的利华杯做宣传 利华杯将会由欧洲队对世界队 菲特拿和拿道都说了会参加 我真的很想快点到九月 因为有机会见到这对好朋友打伤打 我和大家评论滑浪 当然没有说服力 所以都是靠这条滑浪片 勾起其他集体回忆 是和日本有关的 年轻一辈的你 知不知道谁是木村托载? 日本的Superstar 十七年前就是靠滑浪 追到老婆公藤正乡 现在还是这么恩爱 可惜我不懂滑浪 不然相信都可以认识到一两个女孩 至于镜头这个奥运狐狸 也有威水史 她是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在同一个比赛里面 有两个动作获得满分的人 帅啊 还记不记得之前香港举办的FORMILLAE賽事 记不记得谁赢呢? 不记得? 我提提你 是瑞士的布安美 其实不止香港站 摩洛哥站 和现在看到的阿根廷站 赢的都是她 我就不是黑心 不过我都想其他车手赢一两站 每次都是你赢你玩了 哪好玩的 不过都要赞布安美一句 三站他都不是排头位 但是都赢 又真是挺厉害的 是不是? 是吗? 如果你想另一半证明她对你的爱有多坚定 你不妨叫她去俄罗斯的西伯利亚 参加这个全场205公里的内力赛 在贝加尔湖 这个全世界最深的湖的湖面上 只要你另一半在零下十四度 可以征服滑雪、踩单车和流冰 相信她对你的爱 一定会是一生一世的 当然, 你去为她打气的机票钱 当然是拒出 这样才可以省得到钱 电视教的 首巴牙明天的运动会 没有搭车的 为什么又看到你呢? 放电, 什么都玩玩 但是听说好像有篮球 对, 有篮球 不过还有Lola 对, 有Lola 所以弄到一坡轮 跌到一只手都瘀了 幸好瘀完之后有事业线 不是这条, 这条 瘀完之后加了一条事业线? 那我先去玩一下, 突然有事业线 对, 这条线很好, 很重要的 不, 但如果有运动会 若有篮球, 阿蘇就赢了 有Lola, 有篮球的东西 她是不行的 对, 饭饭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明天记住 要留意我们体育系的 Lola篮球运动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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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